字幕 李宗盛 刘少终恐怖在线 听个电话有阿柯先生 你好 关聪 还有今天的嘉宾周更胜师傅 你好 阿柯先生 周更胜师傅 你好 我想分享一件 其實是在很多年前我做暑期工的時候,在日後應該是撞到骯髒的東西 我形容一下當時我們回暑期工,我在利武台對面,現在在電訊公司的大樓,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在那裡上班,當時外場沒有任何東西,是一棟建築物,當日我在17樓開工,我在游游 當時它的升降機槽是沒有升降機的,沒有門,全部都攔了鐵鏈 因為當時的情況是,三部升降機兩邊都有走火梯的,那時候是下午三點多 那時候我看到有個水油師傅,在一邊樓梯走到三部升降機的中間 走到三部升降機的中間,突然很快地消失了 那當時我很害怕,然後坐在一邊想,沒有理由一個人可以走到中間,突然間不見了 然後我的同事在下一層走上來,問我,你為什麼停了手不做事 那我就告訴他這個情況,然後他當時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,丟了手上的東西 他們就說,喂,走啦,這樣,然後就一起,就由17樓跑到地下 那麼害怕? 是的,那我跑到地下,跑到地下之後,我的腳踩到釘,我都拔走 然後都不理了,然後他就告訴我,原來,因為當時我們十幾歲做書記工的 那麼當日,星期日來的,那個裝修師傅就見到我朋友就說 喂,小孩,你星期日都上班,然後我們說,因為我們是暑期工 所以我們就回來做事,然後他說,喂,小孩,小心點 上個星期日,有個水油師傅就在那裡掉死了,在升降機上 哦 那整件事是很吻合的 那就是說,你見到那個跌死了的師傅 基本上 我相信我當時是見到那個師傅 嗯,但是師傅是不是被你發現了他馬上走開,或者馬上閃走呢 是不是意思是這樣 不是啊,而是我眼角,因為我低頭在那裡游的,游的角鐵 然後我眼尾見到有個,很清晰,你見到有個人就拿著一些喉鉗,水喉的 但是,因為當時的情況,那裡是很多雜物的,你走過一定有聲的 嗯 但是我完全聽不到有聲,然後見到有個人走到三部升降機的中間 是,是突然間消失了 哦 那然後,之後呢,我朋友就剛剛在下一層走上來,就見我,停了手,他就問我 喂,你幹嘛不做事,他就停了手,我在那裡吸煙 然後他說,那我就告訴他,我見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他,他害怕我,然後一起,就由十七樓跑回到下面 然後他就,就是他,他比我的反應更加大 然後他就告訴我,原來他今早見到一個,裝修師傅 就見,因為我們那時候十幾歲,小孩子 然後他說,喂,小孩子,你星期日都上班 然後他說,是,我們做舒奇工 然後他說,喂,你小心一點,剛剛上個星期日就是見你一個水侯師傅 明白 嘩,可能他也是,不知道自己走了那些 然後回來做事,就讓你一瞬眼就看到他 是啊,那天是入口來的 基本上 我相信是,撞到靈體了 是 不過小事吧,鬧鬧玩而已 無雙大雅 那也是,我只是想分享這件事 OK 好,多謝你 謝謝 拜拜 好,拜拜 你剛才看到的,只是恐怖在線部分的精華片段 想看完的話,很簡單 每晚,逢星期一至五,晚上11點半 登入去admonpoint.com,就看完全部的節目 是免費的 但你也可以,自己下載,什麼時候看就什麼時候看 這就是一個月費 聲音的,25元,看視像的,35元,任君選擇 只要登入去admonpoint.com,找到一個付款方法 你便知道怎樣付錢 好簡單 有paypal 支付寶 銀行入宿 甚至上來我們太古人夫7樓付錢都可以 不要想太多了 立即行動